小姐 姐姐 堂堂真是越大越可爱了 她真像你小时候 你看一会儿也进不下来 你呀 今天怎么这么好 陪姐姐喝下午茶 我陪你喝茶也要讲理由的吗 你有什么事呢 都写在脸上的 是不是和雨萱吵架了 我才没空跟她吵架呢 是她自己不好吗 又不许人家这样 又不许人家那样 大男人主义 你别这样 雨萱也是为了你好 男人呢都是这样的 是吗 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那姐夫是不是这样的 楚哥哥以前也是这样的 懒得跟你说 这个姐姐 你现在还有没有找楚哥哥 现在各忙各的 哪有联络呀 我们明明在讲你的 怎么又说到我的头上来了 我劝你啊 以后少发脾气 多听你雨萱的 有道理的 我才不听他的呢 他越不让我查 我就偏要查 他叫我不做 我就偏要做 我真被你气死了 你这个人呢 老是这么腻的 你 爹地 姐夫 好 今天这么早啊 今天晚上有个董事请吃饭 早点回来洗个澡 你不用回报馆 今天不忙 晚一点再去 姐夫你也是的 别老爹地做生意 有空陪陪姐姐散散心哪 你真是的 老富老气了 还散什么心哪 你以为你和雨萱吗 爹地啊 陪我闻 躺躺乖 别烦爹地 来 吃饼 乖一点啊 尚奶奶 有女子电话 是谁啊 好像是杂志社 想采访你 你替我告诉他们 我不是一路牵的人了 我不接受访问 姐姐 你为什么连访问都不肯做呢 你看我现在 已经是家庭嘱咐了 站出去会被人笑的 谁说的 你现在应该站出去 让人看看你幸福的样子多好 是不是 姐夫 我进去洗澡了 你慢慢坐啊 放心吧 我今天会在这儿吃饭的 唐唐 别走那么快啊 姐姐 我觉得姐夫 好像不是太疼唐唐 别傻了 怎么会呢 你也知道你姐夫那个人了 有什么事都喜欢放在心里 天下间哪有父母不疼子女的 妈妈疼不疼你啊 你说 你别提妈了 提起来我就生气 她老是帮着雨萱 两个人站在一条阵线上 我现在在家里没有地位了 小妹啊 你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来 雨萱等了你一晚上了 我在姐姐那儿吃的饭啊 到大明那儿去吃饭也不告诉我 我给唐唐织得见毛衣啊 怎么 她乖不乖啊 唐唐啊 老找人家教她踢球啊 女孩子这家踢什么球啊 学什么不好学这些个 我要先给唐唐打个电话 我要听不到她的声音呢 我这一夜就睡不着 雨萱啊 你先坐会儿慢慢聊啊 哦 到姐姐那儿吃饭了 这也要向你报告吗 别这样啊 高姐 你一个女生去查案很危险的 我也是关心你啊 你不用担心 总之以后我的事你不用管 我知道你的性格 阿美那个案子 你不查个水落吃出 你是不会死心的 好吧 我答应你 以后我不会阻止你查案 那这是你说的 你答应过我的话 你要算数 可是查归查 你一定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呢 你放心吧 有张大勇陪我不会有事的 又是张大勇 我听见这个名字就不舒服 你对人家有偏见 不是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刻我 你别迷信了 你是个大法医官啊 这么不科学的话都说得出来 就因为有个人使我 既不科学化 又不理智 又 你别什么都怪我了 小气鬼 区区一个张大勇 我一表人才 跟我是没得比的 臭妹 喂 张大勇啊 是啊 好好 明天十点天 好 拜拜 他这么晚了 打电话来干什么 张大勇说 约翰那幅画已经寄回来了 他明天想去看 你查归查 要小心那个张大勇啊 神经病 哈喽 我是密斯太太 哈喽 我先生去取包裹 你们随便坐 很快就回来了 好啊 你们家的摆设很特别啊 我现在是人文科学的教授 专研究不同地方的人民生活 所以搜集了很多东西 可不可以到处看看 随便 什么意思 太太 我上次就想要问你了 怎么吊床要吊这么高呢 这是美国西部 拖荒精神的特色 因为美国的树林 有很多虫子跟蛇 所以把床吊高了 就不会被蛇咬了 他们真聪明啊 你好 老婆 我把画拿回来了 老婆你看看 听话说送人的 帮他送好也没送啊 一幅蝴蝶的艺术画 你看 有两个英文字 对啊 J and E 是什么意思 如果J代表约翰 那E是代表什么 Emily 我记得戏婉婷的英文名字 叫Emily 喝杯茶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上个礼拜呢 我去过日本 我还去过邓丰出世的龙飞骑 去拜计了她一次 手里啊 你真是难得了 事隔五年了 你还想着她去拜计阿丰 伯母 别这么说 我们是好朋友嘛 对了 记不记得忠义啊 记得 她前些日子来过 伯母 你真是好记性 什么好记性啊 人老了就没用了 那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哪里伯母 您是老当义壮啊 从前我一说老呢 阿丰就说我老当义壮 不知不觉就五年了 对了伯母 说到阿丰 你记不记得阿丰临死之前 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和特别的事情发生呢 没有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还是上班下班 交交女朋友 回来又研究研究蝴蝶了 那她和谢婉婷 谈了那么久恋爱 是不是感情很好呢 开始是蛮好的 后来就说不上好了 她们经常吵架 有一天阿丰说 阿婷要跟她分手 分手 是啊 那天我记得 阿丰一回来呢 就大发脾气 阿丰 你干什么 干什么都把她扔了 这都是你的心血 你怎么都打烂了 我不要了 阿丰她 她都不喜欢这些蝴蝶了 我还要来干什么 阿丰 她一直都很爱你的 我也不知道 她认识我的时候 就知道我是蝴蝶迷了 她现在又说我喜欢蝴蝶 不喜欢她 说我没出息 还要跟我分手 分手 那你怎么打算呢 我也不知道 好 要我选择的话 我情愿放弃蝴蝶 也不能放弃阿婷的 后来 阿丰的心情时好时坏 经常发脾气 所以我以为她和阿婷分了手了 谁知道没多久 她没有说一起到日本去旅行 所以我就以为阿丰跟她又和好了 没多久 阿丰就摔死了 对了 后来阿婷有没有再来看过您呢 没有 自从阿丰死了以后 阿婷就没有来过 这也很难的 人都死了 她还来干什么呢 我来 我来 可能是大勇 李哥 阿勇 这边是谁 高杰 我朋友 你好 是啊 我们见过了 全职杂志社的记者 大勇啊 这件事情呢 暂时呢不要外泄 你放心吧 我今天不是以记者身份来这儿的 我是以阿美的朋友的身份 参与这个案子的 我也很希望这个案子水落石株 帮阿美讨个公道 好 那进来吧 照这么看 邓峰很可能是被阿婷害死的 邓峰不想分手 谢婉婷呢 又怕被她破坏了她和王维安的好事 于是就涉及铲除她 顺理成章地嫁给王维安 可是我听阿美说过 王维安和谢婉婷结了婚之后 感情生活一点都不好 而且王维安好像很怕她 你要知道啊 谁要娶了个杀人凶手啊 不怕才怪弄 不用说啊 那个女人一定是被老公冷落 所以呢就搭上了约翰 后来王维安认识了阿美 谢婉婷知道了以后呢 非常的生气 就涉及于杀死阿美 那她为什么杀死约翰呢 我想有两个可能 第一 可能谢婉婷想杀阿美的时候 被约翰看见 于是就杀死她灭口 第二 可能是谢婉婷想甩掉约翰 没想到甩不开 于是索性杀死她 哎呀就算我们的推断都正确啊 那又怎么能证明约翰和阿美不是自杀 而是被人谋杀呢 既然约翰是谢婉婷的情人 怎么会和阿美群情呢 说是怎么说呀 可是始终也没有证据 这一点就要看案发当天 谢婉婷是不是有不在场的证据了 麦德 我想申请看看案发当日的口供记录 OK 没问题 我每天帮你说一声 哎呀 八点多了 乖不得肚子饿了 哎呀 糟了 这么晚了 不行 我要走了 喂 干嘛这么急啊 约恋男朋友啊 我已经迟到一个钟头了 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吃不下饭啊 不是 我能吃得下一头牛 走 走 嗯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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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纪年日 那就是说跟她老公在一起了 而且王维安改的口供 也说她整天和谢婉婷在一起 那 这份呢 是谢婉婷的秘书给的口供 那天案发的当天 约翰曾经几次到谢婉婷的办公室找她 可是找不到她 而且还发过脾气 约翰 约翰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我们都签约翰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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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美除了工作上关系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关系呢 这一点 这一点我不太清楚 让王维安做时间证人 可是王维安没有必要做她的时间证人 除非她是被逼的 那 无论王维安是不是被逼 还是和谢婉婷串谋 总之杀死约翰和安美的凶手呢 极有可能就是谢婉婷 问题就在 她是怎么杀死他们两个的 就算谢婉婷有能力杀死安美 可是她又怎么能把一个 一百五六十磅的约翰 掉在树上呢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 你明白吗 你说会不会谢婉婷 先给约翰吃了安眠药 趁她迷糊的时候 再骗她上吊呢 这算哪个洋人再糊涂 也不可能那么傻 自己上吊 是啊 不过 你吃错啊 妥协 我爸爸的这个事 她的真命天子 我就脱身了 拜拜 拜拜 喂喂 看见了没有 好不好啊 这个就是你的凯子 什么凯子 她是我的金龟婿呀 斯蒂芬呢 她真的也很有本事 她在英国有十几家餐馆啊 都是她一个人白手起家的 阿姬姬 可是她的年纪 好像就 大了是大了一点 不过也无所谓呀 就是老夫少妻嘛 你知不知道 她没娶过老婆呀 如果我这次真的嫁给她的话 那我真是她唯一的合法老婆了 说得这么肯定 一定要娶你啊 当然喽 她要追我追得好紧哦 如果呢 我再下一点功夫呢 那就请你快点积极地进行吧 我到时候可以拖难了 你想不想快点拖难呢 又想干什么 搬火 帮你熟到借钱免贪 哎 不是熟又不是贱 哎哎 你姨婆呢明天去大雨筛 我呢约了斯蒂芬呢 你帮我看一天狠狠了 你是怎么搞的 又是我看 你看看 戴上我送给你的领带呀 真是马上就有精神多了 哎 你看好多人都看着你 那些人不是看我 看你呀 我呢 一直都有那么多人看的 不过呢 你这姐夫差呀 我早就说了嘛 你平常呢 老穿深色的衣服 浅色的衣服多好看呢 哎 所以说呢 你们这些男人呢 不会挑的 就是不会挑 我不会挑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会挑你 有嘴滑顺 爸爸 我要吃冰淇淋 这么快又吃冰淇淋啊 刚刚吃完凉粉 一会儿肚子疼了 不会的 妈咪上次给我买了 凉粉又给我买冰淇淋呢 提起你妈我就有火了 你妈那个人 妈咪 妈咪啊 妈咪 妈咪 哎呀 哎呀 怎么那么巧遇上你呀 哎 姐姐呢 没会跟你玩伴妈妈的游戏 啊 改天再跟你玩好不好啊 哎 张大勇啊 今天怎么有空带孩子出来玩 哎 恒恒的妈咪呢 他妈出去逛街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这个呢是张大勇 我以前的邻居 哎 这位呢就是斯蒂芬 你妈 张先生你好 你就是斯蒂芬 他经常提起你的 是吗 哎 哎 我们要赶时间走了啊 哎哎哎 恒恒啊 哎 姐姐呢 改天再带你玩啊 哎 好 我们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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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呀 爸爸 妈咪怎么会变姐姐了 别管妈咪了 赶爸爸带你去吃冰激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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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小孩呢 我常常带他一块玩的 蛮可爱的 是吗 我这个人啊 最怕小孩子了 我一看见小孩子 我头就疼 想起来我就冒汗 哎 哈哈 哈哈 以后呢 在外面看见妈咪呢 就应该叫什么来着 妈咪 哎呀 不是啦 那 在家里面呢 你就叫妈咪 可是在外面 就应该叫什么来着 那 姐姐 对了 哈哈 哎 横横真是聪明 来 妈咪呢 送一个米奇老鼠的背囊 给你好不好 姐姐妈咪 嗯 我去把我的龙珠 iG放进去 好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今天在路上遇见的时候 你叫横横喊你做姐姐 无所谓嘛 妈咪姐姐都是个称呼嘛 我发现你就快疯了 你不明白啊 斯蒂芬呢 不知道我有个儿子嘛 尤其在这个紧要关头啊 我不能让他知道的 什么关头这么要紧呢 他说想给我买一层楼啊 真是个傻楷子 什么凯子啊 他是我的福星啊 我跟横横的下半辈子 这全靠他了 哎 哎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么大的人还玩大理水手 不是啊 我在想谢婉婷怎么杀约翰 怎么杀 你知道鲁班师傅吗 知道啊 我刚跟他吃完宵夜 有话你就说好不好啊 那你知不知道鲁班师傅怎么干凉亭呢 不知道 这里有四个瓶子 就算是柱子 鲁班呢 先把柱子住好 然后再拿些花生当沙土 就把这里填满了 再把顶盖上去 再把沙挖开 你说谢婉婷会不会杀了大理水手 就当是约翰 挂上去 再挖走沙土呢 不可能的 那棵树那么高 谢婉婷到哪儿去弄那么多沙 好 就算他真的能闹到这么多沙 他把约翰调上去以后 又把沙运走 那么麻烦 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对啊 别再想了 会想坏脑子的 睡吧 约翰 你怎么死的 是这里 是这里 这里了 停车 停车 我记得是这里 这里是不是不错啊 好贵的 你没认错吗 真是这儿 我当然没有认错了 我认的这是红色砖的吗 不可能的 这里的屋主我认识的 我前两天才来过 他们就没提过要卖楼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你才被人骗了呢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去问问屋主吗 反正我也想再看一次 是啊 我先生刚刚收到考察队的通知 要到中国云南去考察 我们想到中国住一两年 所以就把房子卖了 听见没有 我就跟你说史蒂芬不会骗我的嘛 对了 先生 先生 我能不能再看一看房子啊 好啊 随便别客气 怎么这么巧啊 买这间房子的人原来是你的朋友啊 是啊 这么巧啊 喂 阿勇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看看 这幅画 好什么的啊 是啊 这些家具和画呢我们都不要了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们 真的 你们随便看啊 我进去收拾东西了 好 那就不客气了啊 哎呀 这一张吊床 吊得这么高 哎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知道他怎么把约翰调上去了 你自己慢慢看 我先走了 哎 小文啊 爸爸去趟厕所 你先看着啊 小心点啊 哎 小朋友 是你啊 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 你是上次那个警察叔叔嘛 小朋友 有点事想问问你 死的那个洋人是不是常常躺在吊床上呢 就是吊在树上躺的那种 我知道 就是这张 这张吊床从哪儿弄来的 我不是偷的 本是穿上边捡回来的 哇 这么难买的票 你都可以买到两张真不简单 我知道你想看嘛 不过买票就辛苦了 告诉你吧 我拖了好大的人情 好了 好了 知道你辛苦了 一会儿呢 我就报答你 陪你跟你的同学去商考 你不陪我陪谁啊 啊 嗯 喂 我是 这样 好吧 我现在马上来 张大勇寇我说阿美的案子有新线索了 我不陪你看电影 我走了 不用这么急 那些资料又不会跑 先看电影吧 那我看也看不好啊 你自己去看啊 我好不容易才弄了两张票 就是想陪你看 我自己看有什么意思 对不起啊 大不了下一次我再陪你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告急 你答应过人家以后再也不阻止人家去查阿美的案子 这里很难叫车的 我送你去 余轩 你真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晚了 哇 怎么人越来越多啊 我来介绍 这位是法医官江余轩 我老公定首领 谢谢 大勇啊 人都齐了 可以说了 我现在知道了 谢婉婷是怎么杀死约翰的 我刚刚查到 约翰有睡吊床的习惯 而且会把吊床吊得很高 他为什么要吊得那么高呢 这是美国西部的拓荒精神 听约翰的朋友史密斯太太说 他们的祖先怕虫子和蛇咬伤 所以就把床吊高了睡 不错 谢婉婷就利用约翰睡吊床的习惯 把约翰吊死了 约翰 那 喝杯牛奶吧 谢谢 万婷啊 你说以后永远都这样该多好 喝完牛奶再说吧 好不好 再看一会儿就进了 好 就在这个时候 阿梅也到了 谢婉婷骗她进去 给她喝了还用安眠药的东西 当她昏迷的时候 她就用约翰的领带把她勒死了 我喜欢伊亚的颜带把她变得来 她就用暗子的颜带把她变得来 怎样 她得来 她不 stab好 对吧 就这样 约翰表面上好像是自杀 实际上是被夕网婷杀死的 勇哥 有一套 你真有头脑 监瑟 以你验尸官的角度来看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有可能 太好了 总算真相大白 阿妹可以沉冤得雪 Madam 你说这个案子可不可以翻案 重新再调查呢 我回去跟上面商量一下 翻案 无凭无证 就凭那些推测 怎么翻案呢 我们不是凭空想象 所有的推断都是合情合理的 雷小枫 你今天是第一天当警察 我们现在不是要合情合理 是要证据 我告诉你啊 王谢婉婷是上流社会 有名有地位的人 我劝你千万别惹他 不然你的职务都可能保不住了 怎么样 没的 无凭无据怎么翻案呢 可是这个 张大勇 我告诉你 你以后别再惹那个王谢婉婷 不然你连官职都保不住 他这次又发什么疯啊 不是发疯 是发泄啊 不过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怎么这么久啊 高吉 别这样 再坐一会儿 来了 怎么样 没办法 上头说证据不足 不会重新调查的 有没有搞错 明明知道谢婉婷是凶手 都不能重新调查 谢婉婷杀死了那么多人 一句证据不足 就让他逍遥法外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 喂 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我们查了这么久 你现在说放弃 我也不想放弃的 可是上头不批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这些警察这么一用 早知道这样我不找你们了 高吉 高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一发批就这样 你好 让她知道 不是所有的警察 都那么深用 高吉 你别这样了 都已经成为事实了 你这样也没用啊 这没天理 为什么那些好人 就白白枉死 那些坏人就逍遥法外 算了 做人最要紧就是心安理得 你为阿美奔奔了这么久 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 也会感谢你的 她谢我什么呀 我也帮不了她翻案 放心吧 这个世界有报应的 那一坏人上天会收拾他们 上天收拾他们 等到什么时候啊 别这样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今天不是约了同学去烧烤的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去了也不好玩啊 回家吧 高吉 我请几天这样陪你出去散散心吧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勇哥 别按电视了 我们出去吃吧好不好 今天都被人骂饱了 哪还有心情吃饭 高吉也不是有意骂你的 可能人家心情不好吧 那我的心情还不好呢 谁呢 周易叔叔 我想呢 你们大概都还没吃饭啊 正好 姨婆给你们煮了几个拿手的小菜 姨婆 厨房就在那边 你先去热一下吧 很好 那乖乖地去做功课 知道吗 知道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就问干爸爸或者是周易叔叔 知道吗 你这次又搞什么鬼啊 进来我跟你说嘛 来呀 恒恒 做功课 做完了 说吧 我想呢 请你帮我一个忙嘛 暂时呢 先帮我看着恒恒跟姨婆 你要为了那个斯蒂芬 你还真聪明 你一猜就猜中了 他今天晚上呢 想到我家去吃饭 可是他不知道我有个儿子嘛 所以呢 就让恒恒跟姨婆呢 先住在这儿咯 你有没有搞错 你早就应该告诉人家 你有个孩子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啦 我有机会呢 我会跟他说的嘛 喂喂 我不跟你说了啊 他说呢 跟我去看装修 然后就跟我回家吃竹馆晚餐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啦 就这样啦 拜拜 你别走 我有话跟你说了 妈妈妈走了 拜拜 姨婆拜拜 喂 就这么走了 拜拜 怎么 喜不喜欢这里啊 当然喜欢了 这里又大又好 喜欢就行 你来看看主人房啊 好 我那天看过了 好大的 是吗 是啊 里面呢 我要放张梳妆台 还要放一个好大的衣柜 放好多衣服 好不好 好 当然好 喂喂 你看看这间呢 来 进来进来 来 怎么 你看这个地方呢 我想用来做健身房 那我呢 可以在这儿放一部健身的脚踏车 我就可以做运动啦 这样我就更健美啦 你就更威风啦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来来来来 来 来 这里呢 我想在这里呢 就摆一套嗨嗨 然后这边呢 就放一张按摩椅 让你们下班回来 就可以舒服一点 休息啦 松弛啦 好不好 终于有我的份了 不喜欢啊 喜欢 你这么关心我 怎么会不喜欢呢 真是的 怎么 这里怎么安排啊 怎么安排 这间房呢 不是很大 最适合呢 做婴儿房呢 婴儿房 你想生孩子啊 总有一间要生的嘛 所以呢 怎么也给孩子留一间房间咯 唉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二人世界 因为你喜欢对着我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在我家是老大 我有十个兄弟姐妹 最小的那个 今年才十二岁啊 那就对啦 你应该很喜欢小孩的 从小到大 我被那群弟弟妹妹缠着 肚子饿了就抢东西吃 抢完吃的又抢玩的 我看见那群弟弟妹妹啊 就头疼啊 要孩子过几年再说吧 不不 那边还有几间房子 我们过去看看好吧 来来 来呀 咱看看那间房子 姨婆 我没收一百分 我要给妈咪看 快出去玩 别耽误姨婆做饭 我不管 我要找妈咪 我不知道你妈咪在哪 你乖乖的出去坐下看电视 你要再不听话呢 我今天晚上就不给你吃饭了 快坐下看电视 姨婆 我买的烧鹅 好 恒恒恒 喂 恒恒 怎么撅着嘴啊 发脾气啊 发脾气就不乖了 怎么不乖啊 我莫书一百分 我要给妈咪看的吗 她妈妈也真是的 把儿子扔在这里也不管 明明知道她这么小 一定会找她的嘛 勇哥扣了她了 可是她没有腹肌 她到酒吧去找她了 我要找妈咪吗 很很乖啊 这样 钟义叔叔陪你出去玩 别耽误姨婆煮饭了好不好 玩什么 玩 钟义叔叔说 怎么玩啊 出去再告诉你 钟义叔叔说 蹲着跳 跳一个圈 再跳一个圈 跳 跳快点 不行了 现在钟义叔叔说呢 往后再转 再跳 快点啊 等等 太累了 钟义叔叔说呢 坐一会儿休息休息 钟义叔叔说 为什么老是钟义叔叔说话 这个游戏就叫 钟义叔叔说吗 怎么没有横横说的 横横想说什么呀 横横说啊 钟义叔叔请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啊 好了 我们一起去买 走 想吃什么冰淇淋啊 横横说要大杯子 上面还要有焦糖 有焦糖 焦糖 焦糖 还要有巧克力 一婆 我回来了 横横呢 终于带他出去玩了 你回来的时候 没看见他们吗 气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看没看见阿芝啊 我要不问他们老板 真不知道他去日本了 他现在风流快活了 把儿子扔在这儿不管 爸爸 妈咪呢 我莫输一百分 我要给妈咪看 好好好 你看 有你最爱吃的烧鹅 快洗手吃饭好不好 好 快点 快点啊 找不到叽叽啊 陪那个男人去日本了 狠狠在这儿 你们就别这么说了 怎么洗手洗这么半天呢 所以说呢 那些女人真麻烦 也不能这样说 高小姐不错啊 关我什么事啊 对了 现在案子不能查了 女朋友也不是你的了 还真不关你的事啊 阿芝 阿芝 我真没用 到现在 也不能帮你洗血尘孕 我已经尽力了 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你要是真的有灵的话 你教我 你教教我 还能怎么做 好 好了 穷 好 好 给你 child 走吧 一起吃午饭了 老总一块去啊 好好好 高姐 你这都不去啊 不去了 你们去吧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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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以为你全都扔了呢 怎么会扔呢 这批衣服很有纪念价值的 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一件都舍不得扔 那个时候呢 也是我最风光的时候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要名有名 要利有利的 要爱情就有爱情 你说到哪儿去了 小心让你姐夫听见 姐姐啊 这么久了你真的没有找过楚哥哥 你还说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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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用吗 能用 你为什么突然间想借假发 我有个同学想去舞会 头发剪短了 所以呢 就来用一用 那你呢 你带这个 我当然不用了 我贴上励志嘛 阿美 阿美 阿美